夏午好 夏午好 你好 好先生 我打到了美团的总部投资办公室 就是之前跟你联系过的 你还有印象是吧 有印象 我知道 嗯 好 好先生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中国沟通完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也把您这个情况 就是您过往 一时的一个反馈的情况 都是反馈到现在的最高层管理人员 做了一个整体的公单复盘 这句实话 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 您当时一个处境 是这样的 我也帮您把您这个需求 因为您多次有向我们同事 反馈您的一个想法金额 是这个48块49对吧 对 我这个东西 我就不再赘述了 是吧 因为我虽然说 上次还有上次 最近两次你们这个赔付比例 我来提出的这个赔偿申请 我没有多问你们要一分钱 我也没有少要一分 因为是你们缺货了 你们没有缺货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明白 浩先生 我知道 不会说是空学来封您 向我们平台反馈 并且您也是看着我们平台成长起来的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我们帮您 向平台做了最后一次争取 目前呢 但是 相关工作员也向我表示 如果 因为这个退货 虽然是一个不可抗灵因素 无法去避免 无法去避免这个事情 我们只能说把这个情况去提交一个晚上 后面争取让这个事情尽量小发生 但是不可能是完全去杜绝 这个不是说针对您 您不要介意 然后这个四四八块四毛九 我们当前是已经帮您争取到了 但是呢 相关的这个高层管理人员也说了 可能后续如果再因为这个缺货的问题 您向我们平台反馈 就争取相应的一个补偿的话 那可能就是没有了 这一块的话 这是最后一期 我帮您去争取大后导 这个希望您不要介意 好 那你这个童话不是录音真的 那你把这个录音发给你们高层 我说下我的意思 我上上次 这个第一次知识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是你们这个美团人员说的 说这个东西 美团有这个不白晒的地方 不白晒的地方在晕脑 如果说这个东西 我下了单了 当天下了单了 你们是存在这个缺货问题的话 当天你们当天 二十三天以前 你把这个钱退给我了 就哪怕 就你们系统自动退退给我了 然后我不会和你们计较的 我也不会问你们要这个任何的赔偿 但是到了第二天 你们送货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你缺货了 这个就不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不合适的地方 第二个不合适的地方是什么 你说的是缺货了 商品已经是缺货了 但是我打开美团有选 我点开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依然是在正常销售的情况下 还是还是可以正常销售正常可以购买的 你告诉我这个是缺货了 你说这个我生气不生气 如果说对 如果如果说是 你买错了第一个情况 当天就把我当天我下载 当天就把钱退给我了 结果一查这个仓库我是没有货了 而且这个商品已经下载了 那可以 那我啥也不说了 是吧 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是次日的 这是第一个是我的提议 第二个 第二个如果说 第二天 这个东西你们给我送了 哎 结果说是没有货了 我我解开这个宝贝详情业 就是缺货状态了 这个我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也想到说 哎 我也可以体谅一下 是吧 是不是太迷返你们了 但是你们都不买错 这两个条件你们都不买错 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反馈的时候 你们这个明 明他这个高层这个专员 和我说的说 呃会改善的会改善的 一个月出这个出现是第四次了 所以说这不说你们 我我我是为了你们这48块钱 我也没有多么你要多么你要一毛钱 我但我 你知道吗 但我为什么还还这么去做了 原因就是希望你们你们能引起重视 缺货可以 他这个缺货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你只能控制的很精准 百分之百就不会缺货 这个都是呃 人工加上这个呃 这个机器计算下来是吧 可能还有这个库存 结果没有库存了 但是你们这个你需要优化呢呀 我用了一年多了 是就是这个这个月这个缺货问题 也不是也不是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记得是从夏天有一次 我买那个西瓜西瓜那个缺货 那个时候开始 就后来就 陆续好多出现好多种这种情况 明明有货呢 平常你们上面写这些也有货呢 就是给我写一个商品 你缺货 用户自动退款 啊 了解是 好像是吧 对 所以说对 对 听我说 所以说不是不是说 下次如果遇到这个缺货问题了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这个笔记退了 这个笔记是 是你们呃 可能就是最高学习申请下来给我的 但这个东西不适用于说是 呃给全部的消费者 那你们就是我和你说的 给你的提议 你录下来给你们高层啊 你能不能在你买东西的这个 详情页下边 你写上写写 把这个东西写上去 如果说 因不可控因素导致缺货 我们会按照多少多少比例 赔付卸金 或者哎 多少情况赔付你优惠券 哎你这个 买的这个金额的多少比例 你能不能写出来是吧 你给给我一个标准呀是吧 或者不是也不是你给我一个标准 是给大家一个标准 可能我真是不怕 我不怕麻烦啊 我和你们反馈这个问题了 我和你们反馈是因为我还要用了 如果我不用的话 就不和你们反馈了吗 因为你看是像你们还有这个 呃同行对手这个多多买菜 我从这没有用过多多买菜 我也不知道这个多多买菜好不好用 哎我一直觉得 你们美团优学的这个服务 就是说 写第一次反馈 第一次反馈 第一次反馈给你们再写客服 那出底了就出底了就不说了 出底不掉的话有这个升级专语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是比较让人心喊 打了好几次电话 我的诉求 我不是空穴是你说的 不是空穴来分 是根据你们前两次 给我的补偿 我除以除以以后 除以这个缺货这个 这个销售价格 然后赛出来是1.674 我我我这个东西我是有依据的 我我还是有这个证据的 我也不是说你们 这一切就没遇到过缺货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就是在大开口问问你要这个钱 那是不合适的是吧 这是因为一个月最近一个月 10月份一个月出现的第4次了 不可能不可能说是 哦是吧啊下次再出现这个情况了 怎么处理 你如果 嗯 对好了我说的就这个意思 你你录音你反馈给你们这个相关部门吗 反馈反馈给你们这个高层吗 你该优化这个仓库管理优化仓库管理 这这东西我不相信优化不了 我知道您的心情的 因为确实我跟你讲话 其实您我能够感受到您说的话 就是说一条一条给我们去罗列出来 这话您确实是可能就是深受其害 我是女姐 我也是希望把这个最好的服务带给您 毕竟互联网时代 它就在抢用户 我们平台也是希望抢用户对吧 说的这个大白话您不要介意 这个优化不是说一时半会的事情 我们平台会把这个情况 跟这个相应的仓库车呀物流车 都去做一个反馈 不管是哪一个环节 甚至是这个费送过程中 导致这个商品丢失 或者是导致缺货 我们都会去把这个流程做一个完善 不会让您争取 不要让您再受这种 就是说心理上的这个伤害吧 对吧 也希望您是要消气 而且这个 嗯 我和你开会这个问题 我不生气 这次你看你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像我刚才 我刚才我开我的抖音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人在下面 下面有个人给我回复 回复了一个说是 呃你们美台这个 呃有个就是一个邀请信用户 呃邀请信用户 就是他邀请人家人家 下了话买了一箱牛奶 然后说是还邀请失败了 人家享受了这个手单 优惠券了也没有邀请成功 我说你要开上那个规则 所以说你知道很多人 我说那你可以录成一个视频 反馈给你们 他说太麻烦了 你知道很多人可能遇到这个问题 他会觉得很麻烦 退了快 算了再也不用了 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种用户的流失 用户年度不够 是吧 我我我相信不会有很 不会有那么多人像我这样子不怕麻烦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给你们上上鞋 让你们知道这个问题 他是很严重的 他不是说是 呃他呃一年之内只出现了一次 呃出现了两次 那个咱可以理解是吧 一个一个月啊 十月份出现了四次 这是我遇到第四次了 在我一个人身上出现了四次 这你受得了吗 你说是吧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美团优惠怎么样 反正我就知道 我下期选了一份是一城鞋这个地方的美团优惠 我平时 对 这仓库管理需要加强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货 我下了家第二天能不能拿到 老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我前三次出现那个鸡排 啊 还什么 来美那些问题 哇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下了这个台 我第二天假如我想吃呢 我能吃到吗 哎我都 我都自己都要打个问好呢 我 您您这个心情损失是没有办法去用金钱去量化的 我知道 如果说我们处理不好 可能真的是要流失你这样一个优势的用户 那流失不了 我还要用了 我这还要说了 我还要用了 但是 因为我可能跟您说的只要不要直接 您不要介意 平台方面确实没有这个赔付比例的说法 对您这次的体验非常糟糕 您也向我们多时反馈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看您过往 也确实是多次支持我们平台 最终是帮您申请到这个48块4毛9这样的吸引经 虽然说不多 但是这个确实呀 这个是我进的最大努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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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个可以 您通知 您方便看一下吗 我看一下 对 您打开 你处理 你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和你说怎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最 最开始的时候 遇到这个 你们这个民态 民态这个 运车里面这个 气候问题 我是当时 你们就是 我直接申请了 那个优惠券 就是三十月的 就申请那个 三十月的 五门槛的优惠券 那个当时 我都是接受的 因为那个 最开始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用了 每天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从去年 七八月份到 用到现在 我会觉得 你们赔个优惠券 反正我下次还要用呢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后来 对 但是后来的话 这个区化问题 就严重了 就经常新出现了 你知道吗 就会让我觉得 哎呀 这个可能是 因为你们这个 总部在北京呢 然后到了 到了这个 十二七零分 一城 现在这个小地方 可能就出现会很多 是吧 对 可能是拐地不到位 是吧 可能在这个小县城 他服务不好 就是应该的 反正你看 可能拍上我这样的人了 我是 我是比较一个 校正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做好 这是我和你说的 下次如果再出现 如果下次还出现 这个区化问题了 你们如果说 已经就是标注注明了 推款问题 按照多少比例 赔付优惠券呢 还是赔付多少呢 不要让我每次进去 问这个客服 再下客服 客服给我的这个 优惠券补偿 结果都不一样 这个是最让人心海的 我知道 因为这个方案 都是接听性沟通的 没有说这样一个比例问题 但您这个体验 确实也非常糟糕 有耽误您时间了 您这个心情和经历 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扬 所以就您体验 糟糕的问题 帮您去申请到 这个四四八块 四毛九心一斤 目前呢 确实 您方便看一下吗 就担心充值错误了 我看了呀 没有没有到呀 没有呀 您再刷新看一下 需要一个时间的 可能大概需要 一分钟的时间吧 您再刷新看一下吧 我在钱包里边吗 到了到了到了 这回到账了 到了到了 好的好的 给您签麻烦了 您也消消气了 刚好马上可能就下班了 您也帮助一下心情吧 好好的跟家人聊聊天 可能这个心情就舒坦很多了 好吧 我没有生气 我希望你们能做好 真的 你们做好了 我才会用得很舒服呢 谁没事撑呢 贴贴就是恶心你们钱了 没有大大意思 本身就是在上面买 就是希望能 让自己花的这个钱 更加值钱 是吧 支持你们也是 我多年 我也是多年美材的用户了 也是后来看到你们这个美材优秀 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于这种年轻人 我上天下了 大家第二天 我直接去哪 还是能去超市逛了 我觉得一个完整的体验是 应该有的水准 希望你们能加强 真的 又加强 会的 好 稍后也会有一条服务评价短信 如果您方便 也欢迎您打开短信链接 这本支服务进行评价 如果您的评价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当然也祝您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 好 也对您工作顺利 好 万事顺心 您先忙 再见 再见 再见